美国总统选举进入单打独斗的阶段 形象向来 融洽团结的民主党却在这个不容闪失的时刻 爆出了党高层为希拉利护航 而打压另一名初选对手 伯尼·桑德斯的偏心电油丑闻 民主党当下在费城举行的全国代表大会 场内场外都充斥了桑德斯支持者不满的抗议声浪 令这场原本要向对外展示同仇敌忾气势的 战前造势活动蒙上污点 为了顾全大局 桑德斯忍辱负重 呼吁支持者以大局为重 驻希拉利一臂之力打败共和党的特朗普 不料却进一步激发了支持者愤怒情绪 全场嘘声不断 美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在偏心电油门争议中展开 几万名党员和代表星期一聚集费城 准备提名希拉利成为总统候选人 不料却开举不力 初选竞争对手桑德斯支持者的怒火直烧到党大会 只要听见希拉利的名字就反复起哄黄须大声抗议 指责希拉利和党高层联手打压桑德斯 结果又惹来了希拉利支持者震耳欲聋的吼声回应 双方互不相让 现场乱成一团 代表们甚至无法完整发言 在党大会举行期间 场外抵制希拉利的情绪日益发酵 几百名支持者高举横幅走上街头声援桑德斯 为这名一度在初选中领先的候选人打抱不平 部分示威者更无视警告 越过警方设立的路障结果被逮捕 我也不想认为他选择 还有 川普克兰的事件 我们以选择了 专业组本人 选择他 兴残利 党与选择他 川普克兰要选择 川普克兰职人 被选择他选择 我们在写党里 我们要选择 meg 我们要选择她 我们要选择を选择 桑德斯认清现实 为确保民主党胜出 只能无奈地改为替希拉里背书 一再劝请支持者声音员希拉里竞选总统 以集中火力在11月的大选中 打败共和党对手特朗普 可惜支持者不买账 不断地发出嘘声发泄不满 We have got to defeat Donald Trump And we have got to elect Hillary Clinton and Tim Kaine 会场内的贺道财生此起彼落 支持者坚持桑德斯才是他们心中最佳的总统候选人 无法接受希拉里以不光彩的手段赢得党内初选 拒绝改称希拉里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